回到新聞時間 運輸及火局局長陳凡說 與內地及澳門恢復通關 不用等到香港零確診 只要本港的確診數字維持在低雙位數 市民又大規模接種了疫苗 三地會有通關安排 不是需要所謂確診的數目 是好到零的那個點 因為這個大家都知道 在實際上是一個目標 但是並不能夠短時間達至 所以大家都有個理解 就是當疫情受控 當香港的感染數目 是接近低雙位數 甚至是單位數的時候 這個我相信是指日可待的 乘客的接種疫苗更加重要 當這個疫苗供應到香港 可以為市民較大數目去接種疫苗的時候 相信這個一定可以有助 我這三地是通關的國安排 各個疫苗行動的 平常平常 interpreter 谢谢大家